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 莫言的长篇小说 《红高粱家族》 1986年 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 大家提出一个关于战争小说的问题 经历过战争的老一辈作家 没有经历写了 而年轻作家又没有亲身体验过战争 怎么才能把战争历史表现好呢 这时 一位30岁的作家站起来说 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 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小说家写战争 最重要的是表现战争中人的灵魂或者人性 所以没经历过战争 也可以写好战争的历史 话音一落 现场都沉默了 谁也不会相信 这个初出忙碌的年轻人 可以写出什么关于战争的架作 而这也让年轻人更加暗下决心 一定要写出一本出彩的战争小说 很快 他从家乡的抗日故事中找到了素材 写出了中篇小说 红高粱 结果大获成功 可以说轰动一时 这位作家想必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莫言 红高粱一炮走红后 莫言没有时间庆祝 塔温斯如泉涌 红高粱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中篇小说 高粱酒 高粱病 狗盗和起死 相继完成 便与红高粱共同组成 长篇小说 红高粱家族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作品 在红高粱家族中 莫言在我爷爷 我奶奶扎根的高密东北乡 在红高粱大地中 找到了被遮蔽的民间历史 用不同于以往抗日小说的家族叙事和民间话语 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红高粱家族于1987年出版 第二年就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 很快便风靡全国 次年又斩获柏林电影节金雄奖 小说从此走向了世界 被翻译为英日西等二十多种文字 2012年 作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正是带着他遍地高粱的高密文学王国 让全世界认识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我们先来看看小说的主要情节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 讲述了1923年到1976年 高密东北乡 我爷爷 我爸爸 以及我自己三代人的家族史 并在1938年8月到1941年4月间 抗日游击的故事中达到高潮 我爷爷于战敖 是小说主要人物 他出身贫寒 父亲造丧 靠着和母亲耕种尾声 十三四岁那年 庙里和尚由于经常送粮送米 逐渐和母亲油染 愤怒的于战敖刺死了和尚 逼着母亲上吊自杀 之后他逃离了村庄 混过三教酒流 然后在婚丧服务公司做起了教夫 在抬教的过程中 他遇到了新娘戴凤莲 两人互相吸引 刚满16岁的戴凤莲 因为漂亮又有一双难得的小脚 被高粱酒作坊的财主 善庭秀看中 而戴家人因为善家答应 送一头黑螺子作为瓶礼 就将女儿许配给了善庭秀 得麻风病的独生儿子 成亲当天 戴凤莲握着剪刀 彻夜不敢闭眼 很快 戴凤莲三天回门的日子到了 于战敖先是与戴凤莲 在高粱地野河 后杀了善家父子 使得戴凤莲成为新的一家之主 但是善家忠心耿耿的仆人 罗汉大爷报了官 戴凤莲当场任了曹县长为干爹 凭借着机制躲过一难 被判无罪 戴凤莲妥当埋葬了善家父子 安顿好作坊的伙计 重振烧酒买卖 而他的老爹 看女儿当了家 就很想赖着不走 戴凤莲用一些吃的 打发走了老爹 结果老爹怀恨在心 后来做了土匪的于战敖 化身作坊坊公 他就告官说 女儿勾结土匪 戴凤莲想法将于战敖赖赎回后 便正式和他住在一起 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后来还生下儿子窦官 不想 高密东北乡这种三不管地带 土匪横行 土匪头子花脖子 看上了戴凤莲 将他绑走 于战敖花重金 将其赎回 然后每天苦练七点梅花枪 终于将花脖子杀害 报了仇 而自己成了当时东北乡 最大的土匪头子 但是不久 于战敖和戴凤莲两人的感情 也出现了裂痕 趁戴凤莲回娘家的空隙 于战敖与戴凤莲的丫头 恋儿有了染 恋儿后来还生了一个女儿 戴凤莲敢爱敢恨 他狠狠扇了于战敖一个耳光 于战敖也不服输 将戴凤莲打翻在地上 然后带着恋儿离开了家门 戴凤莲心灰意冷 而此时 高密县曹县长早就对于战敖不满 他设下轨迹 把高密东北乡八百个土匪引进罗网 然后几乎一锅断掉 于战敖也入了狱 戴凤莲以为于战敖被处死了 他投靠了铁板会的头子黑眼 跟他住在了一起 没想到于战敖居然越狱逃回了东北乡 他后来找黑眼决斗 虽然输了 但是戴凤莲被他打动 两人重归于好 好日子没过几天 日本人来了 令儿为了保护女儿而被日军蹂躏 女儿也惨死了 罗汉大爷被鬼子捉去修住交平公路 那本有机会逃跑 但是为了救东家的两头骆子又折返回去 结果被发现 第二天被鬼子残忍得剥皮失重 罗汉大爷被残酷虐待而死 使戴凤莲不报仇不得安宁 而戴儿母女的惨死 也让于战敖 愤而组织相见 自发抗战 准备联合国民党冷支队 在交平公路墨水和桥头 伏击日军汽车队 1939年8月初九 一切准备就绪 戴凤莲送14岁的儿子窦关 跟着于战敖司令的队伍去伏击日本人 为罗汉大爷和乡亲们报仇 这支队伍的作战武器 有土炮 鸟枪 老汉洋步枪 喇叭 农具等 在作战过程中 队伍中的有些人因不慎摔倒 使枪走火而伤了自己 有些人在埋伏时酣伤如雷 有些人握着枪身体斗成一团 有些人枪响了 子弹却没有出他 在久等日军不来之际 队伍军心涣散 计划中的伏击战 变成了仓促的遭遇战 稳操胜券变成了两败俱伤 开枪时手抖个不停的斗关 却在无意中和于战敖一起打死了日军首领 之后 在于战敖和窦关去县城买子弹的时候 鬼子扫荡了村庄疯狂报复 于战敖立马武装反抗鬼子 戴凤莲还想出了用铁扒挡住鬼子退路的妙计 但终究还是有村民数百人 惨遭鬼子射杀 戴凤莲也倒在了送补给的路上 这次大屠杀之后 幸存的于战敖等人依靠狗肉过冬 因为尸体众多 人和无人看管的狗上演了人狗大战 于战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爸爸斗关 被狗咬到了生殖器受到重伤 于战敖交高大队冷支队 也展开了对武器和权力的争夺 丑头无路的于战敖加入了铁板会 成为他们的头子 先后劫持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队领导 获得大量军械 成为当地最大的土匪势力 后来于战敖想为戴凤莲补一个风光大葬 结果在出殡过程中 被中共的交高大队袭击 铁板会战败 意想不到的是 两支队伍又被国民党冷支队偷袭 几乎全军覆没 于战敖也被俘虏了 在被俘虏当晚 国民党遭到日军猛烈进攻 在这一系列风云变换下 国共匪之间的争斗结束 大家以民族大义为重 于战敖和国共部队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 小说最后 自称虚伪 孱弱 沾染了迅顺的家兔喜气的我 重返家乡 来到了掩埋了无数仙辈 依然生机勃勃的高亮地 仿佛听到整个家族亡灵对我发出的启示 小说就这样结束 它叙述的是一个有关抗日民族的宏大主题 但由于穿插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传奇 以及野史杂说 具有鲜明的民间化色彩 使其完全迥异于以往的抗战小说 在小说中高密东北乡的人们 亦正亦邪 敢想敢做 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他们骄傲 自由 无畏 热血 让我这个不孝子孙感到惭愧 高密东北乡的一位92岁的老太太 是1939年8月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 她唱的快板里 讲述了我奶奶戴凤莲 和我爷爷于战敖司令的抗战传奇 东北乡人千万 朕是列在墨河边 于司令阵前站 一举手炮声连环 东阳归子魂而散 纷纷落在地平川 女中魁首戴凤莲 花容月貌巧机关 吊来铁爬百连环 挡住鬼子不能钱 我们看看两个主人公 我奶奶戴凤莲 聪明漂亮却遭遇了无望的婚姻 在她宁愿以死抗争关键时刻 于战敖击退了劫匪杀了善家父子 以狂放不羁的血性气质 赢得了戴凤莲的欢心 在与于战敖在高亮帝结合后 传统道德的三从四德 从一而终 在戴凤莲这里都失去了她固有的束缚 小说中戴凤莲 高大象男人 性格之果敢英明 更胜于男人 每每于战敖被情绪左右 险些酿成错误时 都是戴凤莲及时制止 于战敖想要伏击日本人的车队 是她出主意 在公路边安置铁爬 挡扎鬼子的汽车 面对任父官的抑郁出走 是她果断地劝爷爷 千军亦德 一将难求 促成了于战敖的大义灭亲 面对冷麻子 与于战敖之间的争执 奶奶站在他们二人当中 奶奶左手按着冷队长的左轮枪 右手按着于司令的伯朗宁手枪 警告二人 买卖不成仁义在吗 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 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劲 化解了矛盾 促成两人联合抗日 就像戴凤莲临死前呼喊的 天 什么叫真洁 什么叫正道 什么是善良 什么是邪恶 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 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 我爱幸福 我爱力量 我爱美 我的身体是我的 我为自己做主 而我爷爷于战敖 是一个充满野性和血性的男子 他杀死了与母亲发生关系的和尚 他为了报仇学耻 苦练枪法 只身前往将花脖子一伙 一网打尽 他为了还一个村姑的清白 不惜将酒后世间的亲书枪毙 他为了情人恋儿 也不惜和戴凤莲闹翻并分居 然后最终 他为了民族大义 毅然拉起一支 由土匪和村民组成的抗日队伍 抗日 在遇到戴凤莲之前 于战敖是在婚丧服务公司 给人抬关的 有一次碰到前朝汉林家出病 七道门 棺木厚重 内冲水淫 十几家婚丧服务公司经理 看了直摇头 但是于战敖和他的兄弟 愣是成功了 于战敖喝了一碗酒 站在最前面 抬起时 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 腿像烧熟的铁一样慢慢弯曲 最终 他成功了 在国土沦丧的抗日战争时期 高密东北乡男子身上的这种野性 更彰显无疑 伏击战中自发组织的乡亲们里 方妻 被机枪打得肠子都流出来 最后时刻他放不下的是 他的一岁儿子和妻子 哑巴 最后牺牲时 他的身体都无法和敌人分开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还有之前遭敌人酷刑的 罗汉大爷 致死未屈服 于战敖的抗日队伍中 有一个人叫王文义 于战敖问他 怕不怕死 他很诚实地说 怕 而他也的确不是当兵的了 反应迟钝 训练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楚 最后还是他妻子帮出了个主意 让他右手握着一截高粱杆 向右转就握着高粱杆的手这边转 跟以往小说中的抗日英雄不同 王文义只是一个地道农民 憨厚朴实 甚至显得笨拙 但他就是端起了鸟枪 为了给被日军杀害的三个儿子报仇 结果最后因为看到妻子被炸死 躲在草丛的他 毅然跑到河堤上 然后被日军打成了筛子 如此种种都让我们感受到 一种热烈勇武的原始生命力 以及强悍的复仇精神 小说中写道 在我看来 高密东北乡 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 最丑陋 最超脱 最世俗 最圣洁 最龌龊 最英雄好汉 最王八蛋 最能喝酒 最能爱的地方 而就是在这个地方 生长着一片生机勃勃的红高粱 见证也映衬着这些个性张扬的人物 生长于中国北方的红高粱 高大挺拔 具有强大的环境适应力 能酿出烈性酒 在小说中 红高粱已经不是简单的背景 比喻 纯种的红高粱 更成为高密东北乡 传统精神 甚至民族性的象征 一方面 它是人与自然契合 红高粱是千万生命的化身 是蓬勃的象征 在高密这块土地上 红高粱与人一样 生生不息 甚至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 红高粱连接了历史与现实 是苦难与复仇 英雄主义与道德的象征 是民族的血脉 灵魂和精神 红高粱地理成长的人们 敢于求生 也勇于救死 他们难以用我们传统的道德 来定义和评判 这片土地独有的野性 抵挡着金人的灵魂 小说中的我看到 机智的上流社会 传染给我的虚情假意 安装在玲珑精致的 家兔头上的眼睛 被酱油淹透了的心 和不属于我的声音 我激动地说 我们这些活着的 不孝子孙相形见畜 我真切感到 肿的退化 小说中不止一处提到 对肿的退化的担忧 肿可以理解为代计 莫言所指的 具体是什么在退化 简单来说 是祖辈们身上那种 充满强力的生命状态 在他们后代身上 开始萎缩 肿的退化 是国民性反思的延续 鲁迅在略论 中国人的脸中 就曾批判 国民性格退化了 兽性和野性 民族性格堕落到 只剩下 逊顺和家畜性 陈独秀也高呼 要建立意志坚强的 兽性主义 几十年过去了 这种担忧仍然在积蓄 从这个意义上 追寻纯种红高粱 成为莫言的精神跋涉 这部小说 也不视为一部 民族精神启示录 小说多次把杂种高粱 和纯种高粱 进行对比 纯种红高粱挺拔 红得像血海一样 而杂种高粱 皆矮 精粗 叶子密集 通体沾满白色粉霜 碎子像狗尾巴一样长 这是一种退化的高粱品种 虽然产量高 看起来长势喜人 实则孱弱不堪 缺乏繁殖能力 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 但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感 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 但没有高粱辉黄的颜色 它们真正缺少的是 高粱的灵魂和风度 寻找纯种红高粱 是寻找一种积极的精神 因为生命只能在斗争中创造和延续 在民族灾难中 在自然和社会的搏斗中 生命的活力才能释放 民族性格的利于美 才能得以展现 不同于安宁 义乐 小说展现的是勇猛和战斗 与被压抑的状态的生命形式截然不同 红高粱的故事 是在以传统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之外 寻找张扬生命意志的民间文化 以其重铸民族品格 小说在最后一章 《起死的尾声》中写道 我的整个家族的亡灵 对我发出了只是迷津的启示 可怜的 孱弱的 偏执的 被独久迷幻了灵魂的孩子 在白马山之阳 墨水河之阴 还有一株纯重的红高粱 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 你高举着它 去闯荡你的精真丛生 虎狼横行的世界 它是你的护身符 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 和我们高密东北乡 传统精神的象征 如果说这部红高粱家族 因为其民间化的写法 迥异于之前的抗战小说 在国内引发热潮 那么莫言将先锋性 与民间性的结合 融合了西方的技法 与民族性的内容 真正走上了世界文学之路 则是莫言获得世界认同 在2012年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所在 我们来看看小说的先锋性 首先 正如前面所说 小说打破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 频繁采用插序 补序 回忆 跳跃 等各种方法 不断出现时空变换 记忆闪回 虚实交错 比如 小说并不是从戴凤莲出嫁讲起 第一章 红高粱 先叙述了墨水河大桥伏击战 以及戴凤莲的惨死 第二章 高粱酒 才补序余战敖 与奶奶戴凤莲的爱情故事 第三章 狗盗 讲述后来 余战敖靠狗皮狗肉渡过寒冬 但是又闪回当下 写我46年后回村的建文 第四章 高粱病 写余战敖给戴凤莲出大病遭袭 又插序了抗战前 余战敖与戴凤莲因恋儿产生的感情危机 第五章 起死 写恋儿母女之死后 又闪回当下 写我在返乡后听到家族亡灵对他的启示 小说在历史与现实 现实与幻觉 内心与环境之间随时变换 柔和了历史传奇 英雄传奇 和爱情传奇的株类元素 给读者带来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 其次小说大量运用通感 象征意识流的方式 比如写王文艺的富商 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 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手黏腻发烫的液体 父亲闻到了跟墨水和淤泥差不多 但比墨水和淤泥要新鲜的多的香气 他压倒了薄荷的油香 压倒了高粱的干苦 他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 一线穿珠般的把墨水和淤泥 把高粱下黑土 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 联系在一起 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这里啊 视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听觉一应俱全 融合在了一起 还有罗汉大爷遭受酷刑时 小说的描写是 父亲看到罗汉大爷那两只耳朵 在瓷盘里活泼的跳动 打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诸如此类感觉的互通转换与柔杂 在作品中比比皆是 红高粱 本身就是个体性格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高密辉煌 七晚可人 爱情激荡 这一意向又不断变换 展示出不同的情态 当爷爷奶奶相识之时 路一侧的高粱 把头伸到路当中 向着奶奶弯腰致敬 当罗汉大爷被活泼时 遍地的高粱都在痛哭 当伏击战伤亡惨重时 高粱齐声哀鸣 当乡亲们被屠戮时 垫地高粱肃然莫利 尤其当奶奶迷流之际 红高粱独具的灵性瞬间迸发 小说写道 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 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 奶奶注视着红高粱 在他朦胧的眼睛里 高粱们齐绝瑰丽 齐形怪状 他们伸吟着 扭曲着 呼嚎着 缠绕着 视而像魔鬼 视而像亲人 他们在奶奶眼里 盘结成蛇样的一团 又呼啦啦地伸展开来 奶奶无法说出 他们的光彩了 他们红红绿绿 白白黑黑 蓝蓝绿绿 他们哈哈大笑 他们嚎啕大哭 哭出的眼泪 像雨点一样 打在奶奶心中 那一片苍凉的沙滩上 通感 象征 意识流等结合在一起 把这片高粱地的传奇 书写得凄美而又绚烂 第三 红高粱家族 最为人称道的先锋性 还是来自叙事人称 和视角的变化 即叙述人 我 以及我爷爷 我奶奶的叙事方法 莫言自称是为了叙事的方便 却创造了一种新的叙事范式 一方面打通了历史和现实 使叙事者可以跳出来抒发议论 一会儿又可以深入叙述历史 而在写历史时 又不但可以目睹现场 还可以深入主人公内心 小说语言的民间化色彩 也是颇有特色的一点 我奶奶戴凤莲 说话更是民间味十足 挽留罗汉大爷时说 不看僧面看佛面 不看鱼面看水面等 都是大白话 很有山东快板的风味 那么仅仅有先锋就够了吗 莫言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 无疑是两座灼热的高炉 而我是冰块 因此我对自己说 逃离这两个高炉 去开辟自己的世界 这个自己的世界 就是莫言的故乡 就是洪高粱故事的发生地 山东围方的高密东北乡 历史上这里由于地处三不管地带 地势低洼 常常受土匪水灾的侵扰 对于莫言来说 这里脏乱差 他童年最大的印象就是饥荒和孤独 无时不刻不想逃离这片土地 他后来通过考试参军 又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走上文学道路 莫言努力发表了很多作品 却总是感觉不满意 他怀念故乡 可是又不想把故乡的肮脏 饥饿和绝望带进文学 他的内心却总感觉空落落的 终于 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 莫言解开封印 开始吐露 对这片土地无法割舍的复杂情感 作品获得好评 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打开后 莫言便一发不可收拾 他不再排斥家乡的记忆 他渐渐明白 那些记忆不应该是他要逃避的 而应该是他要追寻的 在创作的道路上 那些记忆正是他独特的财富 在决定写一篇出彩的抗战小说后 莫言想起发生在他故乡的一场战争 1938年 在莫言的村子附近 几百个村民自发组织游击队 伏击日军 他们先买好铁耙子 扎破鬼子军车的轮胎 然后冲出来与日本军厮杀 用30人的伤网换来了 日本鬼子的全军覆没 可是日军没有善罢甘休 他们在临近的村子进行疯狂扫荡 杀了136名无辜群众 无辜民众的鲜血 撒在了高密大地 染红了那一片片高粱地 莫言的爷爷奶奶 就属于那个热血的时代 于是小说的主人公出来了 那就是我爷爷 我奶奶 那个时代遍地高粱 那一片片挺立着的 秘密的高粱街 就成了热血汉子们 抵抗日本鬼子的屏障 于是 故事的发生场所设立好了 那就是高粱地 莫言文思如泉涌 写下发生在故乡的高粱地里 一个关于抗日和爱情的故事 按照当时的写作计划 莫言打算沿着红高粱的方向 继续为红高粱家族往下力转 写完爷爷奶奶这一代 就应该写父亲这一代 写完父亲这一代 就应该写我们这一代 他说 我想当时是一种 跟进化论反其道而行之的观点 进化论是一代胜过一代 我觉得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觉得我们跟爷爷奶奶 他们那个时代相比 活得都非常的苍白 他们都是英雄 我们一个一个都变得 特别的软弱 特别的无能 不论在肉体上 还是在精神上 我们都是诸如 于是在杂种高粱的 严密阵营中 莫言也就愈加思念 历史的瑰丽情景 八月深秋 天高气爽 遍野高粱 红成喜阳的血海 如果秋水泛滥 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 暗红色的高粱头颅 晴在浑浊的黄水里 顽强地向苍天呼吁 如果太阳出来 照耀浩渺大水 天地间便充斥着 异常丰富 异常壮丽的色彩 这是让人永远向往的寂静 但是又摆脱不了 现实的种种异化 小说悲叹地写道 我被杂种高粱包围着 它们蛇一样的叶片 缠绕着我的身体 它们遍体流通的 暗绿色毒素 毒害着我的思想 我在难以摆脱的 脊板中气喘吁吁 我也摆脱不了这种痛苦 而沉浸到悲哀的绝底 此刻莫言终于明白 或许回归才是前进之路 回归祖先才能找到 个体和民族的精神之根 呼唤洪高亮精神的 失落与回归 正是莫言转而写 家乡的原因所在 他在高密东北乡 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上 发现我爷爷 奶奶们的个性生命力 自由自在 无所畏惧 朴素坦荡的生活方式 莫言曾说 我的红高亮是扎根文学 我的根只能扎在 高密东北乡的黑土里 我爱这块黑土 就是爱祖国 我爱这块土地 就是爱人民 正是这样的扎根 正是这样的现实 与历史的交流 生命本质 与生存状态的对照 让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注立在世界文学版图之上 以让民间世界的精神 绽放出他的 异样光彩 我爱这块 这块 对照片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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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